万维博主文庙今日发表评论文章 中共的最后选择和平转变或核爆推墙 文章说 1989年发生的六四运动是中共命运的分水岭 无论外界怎样描绘中共的前40年执政 但参与此运动的绝大多数人 包括知识界的精英 都为中共的支持者或同情者 他们幻想着执政者的良心变化 寄希望于体制内改革 成功地将中国带入现代化社会 结果让他们大失所望 六四运动被残酷地镇压了 反抗的声音只能渐渐从国内转移到了国外 无数中国人将仇恨埋在了心里 等待着黎明 六四后 一切向前看的中国经济再次起飞 当然贪污腐败也迅速蔓延扩张 大陆成了苏俄共产 封建专制和权贵资本结合的怪胎社会 但六四的巨大影响产生了蝴蝶效应 摧毁了中共的创始者和奠基者 苏联和整个东欧集团 这预示着中共执政的理论根基已彻底消亡 崩盘是迟早必定发生的事情 当六四运动的镇压者忙着秘密向西方转移家人和财产的时候 在以后28年的岁月里仍然有人顽强的抗争 坚持着和平理性的诉求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先生 就是其中这样一位勇士 直到他献出自己的生命 刘晓波参与执笔的《零八宪章》 为他的国家呐喊 为他的同胞平等和尊严喊冤 他爱自己的国家 致力于创建一个平等自由和法治的社会 并说过我没有敌人 但面对这个文弱书身 中共一直把他视为洪水猛兽和党国最大的敌人 仇恨远远超过美帝和苏修 刘晓波因长期遭受关押和折磨患上肝癌 至临终期前不到20天 官方才宣布他的病情 刘晓波去世的噩耗传出全球震动 在信息严密封锁的中国大陆 无数网民用诗词 哀歌图画等方式表达他们的哀思 许多人不提刘晓波的名字 但用尽各种方法巧妙地宣传英雄的一生 刘晓波的现身 不由地让人们想起了卡尔逢 奥西茨基 一位德国人 纳粹时期德国的记者 作家 杰出的政治记者和政论家 著名的反法西斯和平战士 他于1933年被纳粹德国囚禁于集中营 1935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毫无疑问 中共谋杀了刘晓波 比纳粹残忍百倍的中共 已被永久地盯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一臭万年 当殉道者刘晓波在墙内 与并魔作最后斗争的时候 世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中共的贪污腐败已无药可救 并由此导致的权力斗争日益白热化 在大陆反腐反弹的高潮中 杀出了郭文贵 他声称积累28年的仇恨 目标直指当年参与 镇压六四运动的红色权贵家族 在被追杀近三年后 郭独自揭露了红二代家族 和其家丁们的黑社会性质 和依靠选择性反腐夺取权利的真相 六四运动被镇压以后 大批党产名义下的私产 有计划的一步步的转移至海外 为极少数党国后代逃命铺路 爆料指出了王岐山家族 控制了数十万亿资产的历史原因和真相 717爆料后 更透露了在美国圈买地产 以及尚未曝光的地下秘密 王岐山的岳父姚依林 是当年最著名的六四强硬派 和首席经济管家 为预防类似的六四运动再次发生 红色曼哈顿计划 已持续多年 背后可能隐藏着 窃取国家经济命脉的重大阴谋 所以郭文贵反复声称 他的贪腐爆料为核爆级震荡 事实上除了顶层官员 许多大大小小权贵们 已完成了向境外转移财产和家属的逃命部署 郭文贵近期爆料还透露 官方早已有计划 从肉体上消灭刘晓波 中共似乎成功了 但刘晓波的死换来了无数民众的觉醒 一切谎言 什么千年盛世或大国崛起 都庆刻间化为粪土 中共也可能堵死自己的断尾求生的退路 许多民众开始明白 中共正在为自己掘墓 正如网友所说的 一个被中共虐死 一个要掐死中共 一个和平理性 一个要核爆料 一个被肝癌灭亡 一个在黎明前眺望 一软一印 天衣无缝 刘晓波的死彻底剥下了中共的画皮 让它在世界文明和正义面前受审 而郭文贵爆料的核弹级冲击 让画皮已被扒下后的躯体 成了一具僵尸 百般挣扎后 丑态尽出 中共开动了所有的宣传机器 动员了所有的力量 企图淡化 丑化 或者停止郭文贵的爆料冲击 包括利用中外边界冲突 或刘晓波的死亡事件等 来转移民众对爆料的关注 但人们不会忘记 被整肃的权贵们 一旦下台或将要下台 如伯、周、徐和令等 就会有丑闻传出 他们都有过几百位女人 连他们的夫人们 也会有一堆男认为者 故事被描绘得绘声绘色 有人要过证据吗? 有人质疑过这些指控吗? 公众不知真假 被整肃者完全是哑巴吃黄连 自认倒霉 但郭文贵的小民爆料 却让权力的滥用者颤抖 他们不敢面对任何贪腐的指控 只能使出无赖市警的招数应对 中共在全世界面前 以颜面全无 暴露出黑社会政权的本质 小波和文贵的目标 都是建立自由、民主和法治的中国 面对刘晓波的病逝和郭文贵的爆料 大陆当局一点也不淡定 虽然环石和战壕等不断给民众打气 中国不需再等20年 即将成为世界军事霸主 人类的大救星等 但不笨的大陆百姓总是在疑惑 有航母、歼20、东风导弹、天文数字的GDP 还怕一个弱不禁风的穷秀才和另外一个河南秃顶老农民 那些整天唠叨的三四个绝对自信都去哪里了 高压手段之下 媒体被噤声 大量民间评论被删除 可以说 目前的内景外松局势 是50年前文革结束以来 国人遇到的最紧张和最不确定的时期 郭文贵的爆料提到中共的白手套潘石屹 但网传后者的儿子快言快语 似乎站到了郭大叔一边 潘石屹的儿子潘瑞发微博 并在网上流传 尖锐的批评是肯定不被允许的 之后温和的建议也无法接受 然后调侃也不行 大家只好沉默 后来沉默也不行了 大家必须赞美 最后他们把赞美的不起劲的人抓起来 唉 当时的苏联太黑暗了 成千上万的人转发了这条微博 有人趁机还幽默了一把 看见后面写的是苏联 我才敢转 没错 就是苏联 更有人点出了实质 再之后就是苏联的解体 就是苏联太阳的解体 我才能够抢来的 苏联太阳